记者陈恩惠台北报导 花莲6 林墙镇灾情严重 造成花莲地区多栋大楼倒塌倾斜 居民旅客多人死伤 上百住户无家可归 各界纷纷投入救灾行动 台北市市林景分局主动号召 分局长黄病逊发动募集急难现金 也能相助捐款活动 短短两天内就募得178750元 已汇入花莲县政府的震灾专户 希望把警戒温暖送至灾区 市林景分局长黄病逊表示 由于警察同仁中有许多花莲人 为了让他们在台北执行期间 免于担心后山故乡的灾情 同时又能关怀家乡 于是有派出所主管询问 大家是否愿意以捐款来协助花莲 没想到短短两天 就有近200名同仁慷慨建囊 希望能达成抛砖引玉的效能 发挥雪中送炭之精神 共同关怀花莲灾民 紧速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